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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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8年 曾国藩28岁 交上了好运 在连续两次科举落榜之后 他获得了电视三甲第42名 按照常规 他就可以在汉陵院做个宿集室 什么宿集室 你要问 类似现在的实习生的活儿 两年后再考一次 成绩好呢 留北京了 就可以留在汉陵院 光宗要祖啊 曾国藩科考那年 主好官叫做穆章阿 这位呢算现在的教委主任嘛 按照中国官场风气 竭力培养门生 壮大自己的政治势力 当时这位牧主任就看中曾国藩了 曾国藩原来的名字叫曾狄生 其实这个名字咱们今天听起来挺洋气的 曾狄生 改成英文名都好听 叫Dixon 很顺嘴 但是主任就说了 你这名太土 我给你改一个曾国藩 这么来的 很多中国人了解这个穆章阿呢 知道他是陷害林则徐的大奸臣 林则徐何许人啊 民族英雄啊 虎门硝烟啊 陷害他的呢 没跑 民族罪人嘛 历史真的是这么非黑即白吗 1949年以后 郭沫若为主建立的唯物史观 用阶级论 用党派观念来解读历史 还真这样 就像八个样摆戏一样 人物全都脸谱化了 江峰有一个同学 他父亲在这个南方一个大都市 担任话剧团的团长 很早了 他当团长的时候 60年代吧 他是从四野的一个施政治部文工团后来转业的 他一辈子演的都是皇室人 南把天这样的坏蛋 我当时就纳闷 我说 叔叔 演坏蛋还能当团长呢 他说 嘿 小伙子 他跟我说 我们那个时候啊 人都很善良 这演坏人才有本事呢 团里那个几个业务骨干呢 不是演刁德衣的 就是演狗腿子的 能演皇室人这个恶霸级别的 才能当团长 而且啊 叔叔接着说了 他说 我参加革命前 也没有觉得农村里那些个土豪地主那么坏 可能全中国就出了皇室人一个坏人 让我给演了 老人的话 我是几十年以后才算真的懂了 咱就说回那穆章啊吧 他也不光是一个奸臣的脸谱 简单说几个他的故事啊 比如说林则徐到了老年 先锋皇帝想启用他 让他去解决广西太平天国造反的事 穆章啊 就对皇帝皇上说了 说林则徐年迈体衰 别说指挥居务 你让他走道走到广西就不行 说不定半途就得死了 结果林则徐真的在广东 在半途就死了 说别人死很准确 他说自己死也很准 穆章啊 有一天请所有的门生旧部到自己的宅子上 为他送刑 送什么刑啊 说自己要去世了 大家不信 看看热闹去吧 穆章啊呀 以大伙喝酒 喝得这个高兴啊 大伙都忘记他要死掉这个事了 穆章啊 突然就说了 嗯 时辰到了 到礼屋换了一身巢符 出来搬张椅子面北而坐 为什么面北呢 皇上是坐北朝南嘛 他一会儿就不动了 死给皇上看的 宾客大惊 上去 真的没了鼻息 您说 这奸臣是不是还有些明察秋毫 知命悟道的大本事呢 再说他跟曾国藩吧 皇上啊 有一次要召见这位 这个穆章啊 主任 推荐的算是中层干部吧 曾国藩就进了宫了 被太监带到了一个偏殿等待 这屋子里很暗 墙上还挂着些字符 知道是字符 什么字 看不清楚 曾国藩在这等了半啥 太监也没有传旨 后来曾国藩灰溜溜的回去了 回去见恩师问这是咋回事啊 穆章啊 一笑 说 今儿个就算给你上一堂官场如何行走的课吧 然后回头嘱咐 牙役给宫里的太监送去四百两银子 过了一些日子 果然又召曾国藩入宫 还是那个偏殿 唯一不同的是 太监不动声色的送进来两台蜡烛 墙壁照亮了 曾国藩抬眼一看 什么呀 先皇胜训 曾国藩是读书人出身的 一会儿就烂济于心了 不一会儿 太监传旨见驾 皇上一问 全是那墙上的内容 原来那是标准答案 皇上高兴了 哎呀 了不起 提头答对了 太监 他要不拿钱呢 违反他做人的原则 但是他也要给曾国藩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是给推荐人穆章啊的面子 那穆章啊是洞察秋毫 给曾国藩上了这一课 当然曾国藩也得做个有心人 不然你换个傻子 银子也给了 你站在烛光下 也不知道那是答案也没背 傻玩儿 就那么错过了 这样的人也没有前途 有了大前途的曾国藩呢 却成为了近代中国最显赫 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夸他的人呢 把他说是圣人 骂他的人呢 说他是元凶 曾国藩好像是也知道后世对他的评价 他留下了一句名言 不为圣贤 必为禽兽 那我们就得想了 人们还是不愿意落下骂名的 对不对 那么怎样才能做圣贤 不做禽兽呢 1811年11月26号 历史上的今天 曾国藩出生在湖南乡乡 曾国藩母亲怀他的时候 聚蟒入怀 这个传说传遍四乡 有意思的是 这一点传说呢 还是被后来曾国藩的这个死敌太平天国给验证了 怎么验证 当时太平天国发布了一个声讨曾国藩的习文 里面说 曾国藩是天国伊甸园里面那个诱惑亚当夏娃的那条原罪之蛇 曾国藩这一辈子还老脱皮 证明了他这个人还是有来头的 他经历了清朝最大的历史动荡时期 他后来平定了太平天国 展开了洋务运动 摊上的都是大事 蒋介石咱们知道 他这一辈子 曾文正公全集这本书是不离手的 蒋介石带兵他的修身 基本上都是承袭了曾国藩 毛泽东早在16岁的时候就读了曾文正全集 他这本书现在还留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里面的 1917年读书笔记当中 毛泽东就写到了说 与俊人读服曾文正 就说我呀 只佩服曾国藩这个人 但是到了1969年呢 毛泽东又说了 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是中国封建专制阶级最后一尊政治偶像 这一下子就开启了中国大陆教科书对曾国藩这个反面人物的确立 在对曾国藩众多的争论当中 张太炎先生 他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对于曾国藩打太平天国耿骨于怀的 他认为 他说 曾国藩打太平天国没什么大错误 错误在哪啊 他在平定太平天国以后 明明有实力在南京建都称帝 然后北伐推翻已经摇摇欲坠的满清政府 驱逐达鲁恢复中华 但是曾国藩没有这样做 给中国历史留下了无穷无尽的后患 这才是曾国藩的罪恶所在 当时乡军的大将胡林义左宗棠 他弟弟曾国泉都劝曾国藩称帝自立 但曾国藩则以以天照海 花无树流水 高山心自知 给回绝了 曾国泉当时请曾国藩在南京城里看戏 湘军 淮军 各将领都入座 戏名叫定中原 唱本一开 曾国藩就知道了 你这不是暗示我司马仕取代曹家天下吗 站起来扭头就走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军阀的鼻祖 湘军的缔造者 李鸿章的怀军从哪出来的 湘军中出来的 袁世凯的北洋军哪出来的 怀军中出来的 所以说呀 直到孙中山先生武昌起义结束清朝统治 曾国藩的选择 让清朝苟延残喘数十年 中兴名城又如何呀 洋务运动成绩斐然又如何呀 曾国藩他保下来的 这半个世纪的清王朝 继续腐朽枕 忘庸 英法联军进北京 义和团祸害 甲午战争 遭罪的是谁呀 天下黎民百姓遭罪的是谁 是中华民族 1870年 当时天津传言说 西方传教士用中国小孩的心脏 去晒干了抹粉 做西药 哎哟 这市民听得不得了了 围困教堂 当时清朝官员的不作为 那个来了一个法国领事特别莽撞开枪 结果暴徒找借口闯进教堂 杀死神父 强奸烧死了十名修女 还烧毁了更多的教堂 后来连那个外国旅行者都杀 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 曾国藩出面处理的这个事情 他知道 战端一开 清朝必败 而且这事本来咱们就不在理嘛 后来他通过赔款 通过法律审判招事者 平和了这个事件 但是事后的朝廷和民间都骂他 连他资助的那个北京湖南会馆呢 还开除了他的乡籍 你以后别当我们湖南人了 这一年后啊 你看 一个本来可以有实力 有机会给予这个中国 新的生命的 曾国藩 在卖国贼的骂名当中 愤然去世 历史上的今天 曾国藩 生命有大来头 只因为神安排了你要去做的使命 上天还在看 你做了是圣贤 你不做 他就是禽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